他是干地 他是欧皇 他专打不做人的怪 他专不做人的打怪 他靠打怪升起 他靠吃怪长战力 他是个顶级战力 兢兢业业刷boss 他是个游戏小白 却偏走boss的路 让boss无路可走 今日给他俩一组队 策划 崩了 这谁听得住 游戏马人就要迎来第六次全埗活动 作为一个合格的不当人队员 狭解那是相当不合格的 居然没有挂 于秉着全员不要脸 黑不做人的原则 狭解一个欧气上升 遇到了一个隐藏部分 而boss是把武术剑 哎 你妈这不掏上了吗 武士空的最爱呀 于是他人狠话不多 开启无敌白毛模式 就是一刀九九加 很快打的那剑疯狂掉血 倒地认损 拿捏装备的第一剑是 当然是疯狂装逼 于是狭解就打算杀个小怪诸诸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可不是一般的剑 而是非常剑 但他拔刀的刹那 皮肤竟然原地消失 哦 家伙 万万没想到 人家是不要脸的开挂 而我一开挂 居然如此不要脸 狭解顿是老脸的红 但为了装逼 这点福利算个啥 竟然起手一招 击骗下天山 boss瞬间凉凉 但你以为刀刀就吞噬了衣服 不 更刺激的 哈喽 狭解再拿回刀刀了下一秒 近一秒回到了吃奶咸 狭解 狭妹顿是人都完了 这干个价不止吃我外衣 还把大白兔也给吞 原来这剑名为子换刀 不准自带回血蓝buff 而且还能转血量为输出攻击对方 虽是稀有装备 但每次出现 歌用边RD 郁姐变得利 但好在这尴尬模式 只会持续十分钟 第二天 全服第六次圣诞福利活动 正式开启 内容很简单 就是在限时时间内 打怪升级 白条稀有装备 于是 在十秒倒数过后 选手们就被随机传送到了地图客地 少拿不要脸 摇摇到了侠奇 当然不敢跟人组队 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开刷 毕竟这玩好了是故事 玩不好 那就是试会 但咖匠说过 你怕啥 他来啥 果然老对手突然出现 假的霞妹 拔出刀刀就打人灭口 另一边的女主基于欧皇体质 传送一道就有小怪疯狂白给 运运着独享的经验 Mapro也是毫不客气地开启高达模式 在外加毒龙扶持 原地起飞一招 炮轰AOE 就玩起了歼面 Boss没想到 大人凭着实在变得也贼快了吧 而此时 榜A剑胜也正在隔壁打得不畏乐 突然感觉一阵地表炸裂 还以为大Boss来袭 顿时摆出了开盖的架势 但不料是一头巨蟹哥斯拉 吓得剑哥差点当场不扬 在得知是梅谱过后 剑哥还弱乐的表示 妹子 你可以玩冷门 但不能玩邪门啊 这妹子近着那么大格 让他打不过的 肉眼可见的剑哥委屈啊 于是 他秉着打不过就加入的狗命原则 弱弱地发出了邀请 想邀请梅谱来一次组队打野 毕竟打鱼实在太多 俩人 啊不 一人一怪 刷得更快 于是俩人一拍即合 接着画面一转 剑哥就骑上了妹子 啊不 哥斯拉 而梅谱跟着不废话 不矫情 一发一个小魔物 所到之处跟玩似的 我不送上 地府赠 挑张 看着剑哥那是好残忍 龟残忍 而这一幕下的游戏 策划们呢 是慌乱当中得到一匹布 慌的一匹啊 最强甘地跟霸狗 玩组队 这就算是终极boss 在他俩的面前 那也都不敢叫逼 同时 老板小米也得到消息 跑来建议 为了和平 必须削弱 美谱这个bug 好在策划们 给美谱一直打掩护 毕竟 美谱又有什么错的 他只是 不会玩游戏罢了 好 我家伙 闺女 亲了 没错了 而这会儿子 魔风军团发起了空中袭击 见个一看对人心中有数 天晴了 雨晴了 哥又觉得我行了 他一招原地 升天乱起刀刀 就使出了连缓剑 什么有人要跟他抢刺 而这一波操作 确实牛那啥呀 看他美谱直流哈喇子 但脑子一看的顿时轻锁 咱也不能拉胯 别是低头对着下方的毛 我就是疯狂说说 但起心实在太过招摇 美谱一招神龙 白尾一个意外 就中了蜂蜜陷 紧姿了一身 顿时被黏倒在地无法动弹 天哥一看 怎么装逼的机会来了呀 魔风军瞬间缓练 正当剑哥还打巴巴 疯狂是高低忍不了的 开始红眼特效就打上输出 但可惜 也就是多给了剑哥一次装逼的 就这样两天过后 大伙在副本里暴露出了装备 而作为顺风就浪的女主 美谱当下就邀请了各路大神 来自己工会 吃着火锅唱着歌的 开启了圣诞庆功宴 虽然此时的大风水 骗子养河 但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会有意外吗